現在我和大家分享 可以開始的了 在這裏就是特別說主持人與議會者再錄製智會 你不用理的了 不用理的了 了解就行了 是吧 OK 我們今天看中途大事錄的寶錄所行的奇蹟 今天大家都熱心祈禱 一起密想 也都讚美天主 我們在裏面真是很開心 聽到和看到天主在這個世界所獻的奇蹟 幫助我們更加全心全意全力去讚美天主 現在我們再見 怎樣再動呢 我也有 你用那個cursor 或者你按那個 向下按鈕 或者你用那個按鈕把它掉 是的 現在清楚了 看到了吧 是的 我們都有一個基督徒的歷史觀 因為我們有這個歷史觀 我們可以說一貫的看法 於是我們很開心 時時看到天主和我們同在 那這個歷史觀 就是天主去願意賜給我們的聖神 使我們在他的聖神 在他的愛的德能裡面生活 在上中途大事錄就是聖神充滿 我們在他中途大事錄裡面 有一個特別的稱號就叫基督徒 由太十二支派到選民的時候 一直在天主的愛裡祝福 他們也不斷地守天主的文 他們也不斷地守天主的文 到了天主許樂的時刻到 那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來到我們中間 就是以天主慈的身分 去降生食日 他和我們一起去 首先是挑選了十二個中途 也都是配對著 在舊約裡面 猶太人的十年之派 而在這個十二中途 裡面我們更加看到就是寶錄 和現在和我們的關係 在寶錄出去傳福音的時候 現在是誰記載他的內容呢 不是寶錄自己的 因為寶錄自己 記載自己的內容 就是在他自己的書信裡面 很清晰的記錄 原來有一個陪伴者就是盧家 他寫下寶錄所說的 所做的事情 所以是以一個第三者的身份 去記錄了寶錄的奇跡 以及在同一個時間 他很想把這個奇跡的內容 經驗 分享給一個叫做德奧斐錄 這個就是德奧斐錄 德奧在希臘文裡面是天主的意思 所以他寫給德奧斐錄 就是外奧斐錄 好像他們連在一起 就會看到是天主所外的人 所以他寫給德奧斐錄的時候 等德奧斐錄看到寶錄全福音 去那種熱誠 去那種全心全意 跟著耶穌基督 所以在裡面 我們會看到 究竟德奧斐錄是怎樣聽 怎樣看呢 其實路加 一直寫 一直表達的時候 究竟路加很想 德奧斐錄 接到什麼信息呢 我們稱呼德奧斐錄 實際上就是你們每一位 你們每一位 實際上今晚可以看電視 出去吃飯、看電視 不過可能我們有這麼多的兄弟姊妹 願意在這樣的時間 Zoom一起聽聖經 一起祈禱 一齊去了解天主的聖言 這個實際上是天主喜歡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叫你們 你們是屬於real reader 你們是屬於德奧斐錄 路加寫這個中途大使律的時候 在上去不單止寫的 他都是一直做見證著的 他好像錄影一樣 一直這樣把他所見到的 是有一個內心的世界 他怎麼發覺到這個內心的世界 是跟舊約的四個聖傳 一直這樣灌連起來 第一個聖傳呢 我們就叫做生命紀學派的聖傳 也在裡面我們看到天主 如何跟人家有文藥的關係 編連紀學派的內容 也是在一個轉折 在一個時代的轉變 由巴比倫轉入到波斯王朝 一直轉入希臘王朝的時候 這個這樣的我們叫做偏連紀學派的內容 而在這個不斷的轉變的歷史裡面 天主的人選民是怎樣 全身仍然是跟著耶穌 跟著這個天主的物藥去生存 所以在這個時間 甚至乎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在宗教的迫害 在這個宗教的迫害的時候 希臘是讓那些猶太人去聖殿 或者去割選 不讓他們守這個天主的物藥 讀聖經 所以這個時間很多人是很慘的 這是馬加伯的時代 基督教是沒有記這些內容的 我們天主教是很尊重馬加伯 所做的工作 也是我們聖經的內容的部分 而第四部分就是基督徒 今天就是我們的宗教大事錄 奴家福音的內容 都是屬於基督徒的聖經的內容 我們是怎樣回應著天主的召叫 在那裏面 我們會看到猶太主義和唯一神 猶太人和唯一神的關係 是很清楚地記錄在我們的聖經內 有一個很清晰的系統 這個清晰的系統 我們會看到D典我們最核心的生命紀學派 是在最中心的 而CH典 編年紀學派是在包住生命紀學派 在激烈的反對的情況下 他們是記錄了他們自己是怎樣存心愛天存 所以在這個時間是一個殉動的時間 在這個時間 跟著就是我們的基督徒的內容 就是我們所學的 現在今天我們大家生活在這個基督徒的時間 這個基督的時間就是什麼的時間 我們可以說 就是一個天主聖身 天主的德能充滿人類的時刻 就不單止是說什麼 總之是願意聽天主的說話 願意守天主的聖旨的內容 所要求的文藥的 都能夠得到天主的德能的祝福 而這個這樣的祝福 是在舊約的達尼爾先知書 是說了給他們聽 達尼爾先知是在實際上面對著這個希臘 很激烈地迫害猶太人的時候 在這個馬加伯的時代是捨成的 達尼爾先知是說出了世界的權力 這個世俗的權力是一路一路衰退的 就好像說出了阿比倫 波斯 希臘 甚至乎羅馬 都一路一路這樣抹落這個世俗的力量 而在新的靈的 我們中間的就是一個 由天上角落起的巨石 就是怎樣打碎這個世俗的權力 而一直這樣蔓延到全世界 現在這個路加伯音 就是記載著一個這樣的關鍵的時刻 這個關鍵的時刻 是他很想我們每一個聽眾讀者 或者去看他的見證 他現在寫下他的見證 就是他去記錄怎樣 是耶穌 到十月中途 現在到寶錄 今天到我們每一個 我們自己亦都給一次見證 所以我們會看得到 六加和中途達時錄 是一個二而一的福音 不過我們因為是 在教會編寫這個福音和新約的內容的時候 就分開了中途大事錄的內容 是分開了去擺放 而是放了有若望福音 然後才再去回中途大事錄 實際上 勞家福音和中途達時錄 是連著一起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勞家福音 第一章一節到四節 和中途達時錄 第一章一節到八節 他們是聖意接著的 雖然我們現在分開了讀 不過我們現在嘗試幫大家一起讀出來 在裡面是一個 可以覺得很明顯 表達著 六加在見證著一個 基督徒的傳承 是一半的 單止是舊約 十二之派到新約 耶穌基督到十二中途 也到我們每一個教友 我們這個傳承的內容是怎樣的呢 我們會見到 勞家福音和中途達時錄的記載 是有一個對稱性的 我們叫做 一直走接著 大家平衡地發展著 第一部分 勞家仲仰耶穌 就是墨西亞天傳子 中途達時錄 也在這個時候說出 墨西亞的人民在耶路上宣講 耶穌基督天傳子 這個造成了 他們就是基督徒 他們就是在承接著 承傳著 這個舊約裡面的 天傳的物樣 第二部分 就是邁向耶經的耶穌 勞家福音九章 一路至十九章 而同一樣 就是中途達時錄的八章 一路至十二章 就是這個門徒在猶太 薩瑪尼亞宣講 也一直在實踐著 主耶穌基督所講的 跟著就是 勞家仲仰 在耶經中的耶穌 而十三章至十五章的中途達時錄 他們就由耶路撒冷 在耶經中開始做一個決定 就是如何不再停留在耶路撒冷 而是向著全世界外邦人去復存 然後呢 在這個福音裡面 我們會看得到 耶穌是邁向安息日主人的身份 他呢 是怎樣死 復活 升天 是在天上 賜給我們整個人類的祝福 使得我們人呢 是重新得到天主復活的愛 得到安息 而在這個中途達時錄裡面 十五章 一路至二十八章 也都說出了中途是怎樣努力向地極宣廣 而讓所有的人呢 是認識福音的 所以我們會看得到 當時他們以為地極呢 就是在羅馬那裏是最熱的 今天實際上我們在聖神的充滿底下 我們在正式的歷史那裏發展 我們的新的歷史觀呢 我們會看得到呢 是今天我們全世界 是向著中國那裏努力復存的 那麼呢 我們會看得到這個傳承呢 路加在見證著這個奇跡啊 或者是保禄的宣廣啊 是一個他不是自己的 他是在講著另外一個人 他另外一個的內容 就是不是他講自己的 而是他講的呢 就是講耶穌是密西亞天主持 那麼這個書講的內容呢 令到當時的人呢 就是成為了基督徒 同樣我們每一個教養 今天我們不是講我們自己的每一樣東西 是嗎 我們是講耶穌是基督密西亞 他怎樣幫助我們 使我們呢 是轉化了 那麼現在我們都希望大家呢 在這裏做這個見證 也都聽到保禄中途呢 是怎樣轉化 而呢自己也都在這個世界 一邊參與耶穌的轉化的工作 那麼我們會看得到呢 因為路加是從教會的歷史觀 尋算保禄的奇蹟 而這個奇蹟的內容呢 是一個叫做俗心 這個俗心是什麼呢 就是路加是親眼的見證 還有他自己去抱有聖神的智慧 就是內心呢 去將所見所聞呢 是湊織向你 所以我們有五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就是 路加的下部分呢 是屬於我們親眼的見證 所以呢 裡面我們留意 保禄中途所記載的內容呢 是跟路加在一起的 路加呢 感覺到他在參與保禄的福音 那麼我們呢 我們呢 叫這個PNI PNI就是 Participatory Narrative Enquiry 就是它是一個 我可以說 每個人他們參與傳福音的時候呢 互相述說的時候 互相述說的時候 互相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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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傳的準確性 和精細度呢 他們以聖神去做鑑定的 以凡事的 那第三個 見證福傳的原則呢 就很清楚 他們不是原答報的 他們是向著外面 一路去福傳 從地中海大灣區 一個地中海的 我們叫做 東北面的灣區 向著西北面的會堂呢 開展 以猶太人呢 是優先他們的一個認證 先傳福音給猶太人 然後呢 就再給外邦 今天呢 同樣 我們在中國的大灣區 裡面呢 我們大家要努力 向我們香港的人民 香港的市民呢 去宣告 去向他們認識福音 但是同一個時間 我們努力向他們傳福音的時候 實際上呢 都在中國的大灣區 一直在建政著福音 已經到中國 又太文明呢 是怎麼樣轉向 希臘文的 以及羅馬的文明 所以我們會看到呢 保隆 像不再是 是嗎 十二鐘圖 他們多數都走回自己的 鄉下的地方呀 自己的領域 或者文化裡面 去傳福音 向著外面不同的文化 所以大家是喜歡跟不同的人接觸和分享 他們向著希臘的文明和羅馬的文明 同樣我們今天以中國人的身份 向著中國的文明傳福音 信仰的幅度是不斷地增加的 所以當我們越是分享的時候 我們的信仰的幅度就越提大家的增闊和加深 由希臘的宣講到奇蹟證明天主的閣 是已經在我們中間 所以當我們大家互相見證、互相分享、形容 或者大家請教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PEC PEC的意思就是 Personal Experience of Encountering Jesus as Christ 即是說每個人在分享聖言的時候 分享福音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體會到一個自己的經驗 和耶穌的相會 和耶穌相會的時候 而他不是單止是個猶太人 而是一個 基督、密西亞、天主持 我們深深是體會到他在我們中間 所以這個五個要素 希望你們大家都在你們福傳的時候 和大家分享的時候都有一個內容 中途大使律實際上就是寶禄的可以說 一半的內容是寶禄的見證 就是福傳的 所以魯家他記載的時候 我們特別體會到那些奇蹟 好像許許如新 因為魯家是和寶禄一起福傳的 特別有十九、十四、十九、二十、二十八章裡面 所記錄的奇蹟 中途大使律如果我們再看回 和魯家的關係 就是一個竹篇 記得這個嗎? 就是連續的 首先是耶路撒冷的教會團體 是怎樣形成的呢? 中途大使律一章 一至八章的三節 在裡面他亨見的人物就是白都禄 聖白都禄是怎樣 一直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市民 到我們叫做撒瑪利亞的人 然後我們會看到同一個時間 教會就向外發展 現在到達龍馬 最關鍵的人物就是保禄 所以我們會看到 白都禄和保禄是兩個 我認為好像教會的兩大支柱 使得我們做一個教會 不僅是在我們自己裏面互相 團結一致 有白都禄的保護住、宣廣住 以及努力的成全住 同樣我們都有保禄向外 向不同的人民、不同的文化去宣廣 而產生一種更加的交流 尊重別人的文化 而使得對方的文化 慢慢得到耶穌基督的光照 而更新的 所以中途大書錄的主族 如果我們記得 路加開筆的時候 他所說的 原來是充滿天主聖神的德良 的來源來的 所以我們看回路加 他實際上是連貫著一個 伊撒尼亞先知書裡面所記載的 一個上主無人的詩歌 它是繼承耶穌基督的舊世公席 我更要使你們作萬民的光明 使我的救恩白於地極 就像這個達利爾先知 一樣說出了 世界的罪惡的權力 是一路一路的失落 而天主的公義和和平 是一路一路的散佈全世界 到地極 所以我們會看得到 中途大書錄的大綱就是 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良 要在耶穌基督、傳誘大 和撒馬利亞 一直到地極 那麼當時的地極呢 就是洛克 我們看到這個 現在我們很熟了 就是現在的意大利的地方 為我作證 當時他們是未能夠 未想過 有美國、有加拿大、有南美、西國、其他地方的國家 同樣我們也想不到中國、日本、韓國 甚至香港也沒有想過 不過今天我們看到 保禄的精神 是在我們身上 繼續傳遞 比如我們香港人、中國人、亞洲人 所以歐勒出這個墨西亞人民 我們這個墨西亞人民是連續不斷的 基督徒在人民救贖 負起的角色 以及全球覆存的使命 今天我們在天主聖神的光照禮下 正引導著我們繼續向地極 傳承這個中途的使命 所以14億的同胞 是等我們復存的 實際上中國裡面 是很少很少人 正式認識到福音 只是很少部分 所以你們代表著中國人 認識福音 你們是很重要的 我們會看到從老家的角度 他講出了 保禄跟十二宗徒的傳承 是連換一起的 首先我們看到十二宗徒 實際上就是來自於耶穌基督 他一直傳承到現在 這個就是在路加福音裡面 耶穌親自召善的十二宗徒 而今天到保禄歸化 他也代表著 可以說第二代的中途 我們每一個都是屬於第二代的中途 因為十二宗徒 就是耶穌在地上召叫的 而保禄中途 第二代的 屬於第二代的中途的 第一個人 比如說 他是耶穌在天上召叫的 今天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都是耶穌在天上召叫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珍惜基督徒的身份 在路加裡面 他是寫給德奧匪奈 大家還記不記得德奧匪奈是誰 他就是天主所愛的人 兩個呢 實際上路加和中途大使徒 可以說差不多的份量 可以說路加有19,500個字 而中途大使徒有18,500個字 差多少? 差1,000個字 這1,000個字 就是講述了 我認為說 前部分的 耶穌的傳承 到12中途的傳承 到保禄中途的傳承 而保禄中途的傳承 還差1,000個字 就可以平衡和耶穌在福音中所做的內容 所以這1,000個字 由你們開始了 你們保足了 你試一下 用1,000個字形容你 如何傳福音 如何去醫治中途的傳承 醫治保禄的 可以說是傳福音的方法 以及這個態度 以及認真 令我們可以說 我們的傳承 是主耶穌基督 是來自中途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 12中途就是他們的名字 肥利伯 馬帝亞 納特乃爾 馬鬥 尤達 爾成者 西門 伯多禄 蔣 合國伯 若望 安德勒 多默 和 赤馬國伯 我們會看到 八都禄的技術 在中途大使律 是很大部份的 其他那些 是少少 也都 講12個 就是他們的 而 很大部份的 集中途大使律的 下部份 就是講保禄 保禄是在耶穌聖天之後 在大把時間上 是召喚了保禄 所以就好像 我們每一個 無論你是怎樣的人 可能你是 最初很反對 耶穌反對 天主反對 或者好像一個無神論的人都未來 不過 天主的愛 我們一直祝福 慢慢啟蒂 所以 我們 就不要笑那些無神論的人 不要笑那些反對 耶穌基督的人 我們尊重他 愛護他 就是他們祈禱 一天 我們會發覺到 他們都會變 所以 他們叫做暫時 暫時 未信 耶穌基督 所以 十三億九千五百萬的中國人 是在等著我們 你會看到 未被召喚之前的 就叫做素禄 這個保禄 叫做素禄 他在那時間是怎樣的呢 他是追捕那些基督徒 他抓那些基督徒坐牢 他在那邊打 甚至乎 可以扔死 扔死 扔死 執行刑 他就像這個 這樣的 可以說 那麼 可以說 是反對 耶穌基督的 不過在這個時間 在大馬時間的路上 他原本想帶著一些士兵 徐重 去拘捕那些基督徒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是達到一個 聖神的光照 這個聖神的光照 召喚他 使得他聽到 耶穌所講的說話 在天上所講的說話 這時候他得到了 天主角的超能量 可以說 聖神就是我們 每個教友 是愛以驚言 武陸在那個時間 是激劍的 所以他答應 主要不再迫害基督徒 所以我們都渴望 有一天我們中國 沒有人再迫害 我們基督徒了 因為我們都能夠 好像有這樣 讀聖經啊 傳福音啊 建設教 是否有所謂的 而保禄中套 他自己 親身體驗到 以前迫害基督徒 是一個很愚蠢的事 他聽到 天主形容 耶穌基督形容 他所做的這種迫害 實際是非常之愚蠢的 既傷自己 又傷人力 所以他形容自己 就是把腳踢到鞭 那你試一下你們每個人 試一下拿鞭 很尖的鞭 你自己主動把腳踢去 哇 當堂流很多血 但是很痛很痛 同樣呢 這個 真是用石頭 扔幾隻腳的樣子 非常痛 那麼 我們就 在這個聖神的 光照幫助之下 我們不再叛應 而是不信從 信從的時候呢 是怎樣的呢 是很積極的 所以寶禄說出了 我的經驗就是 我不傳福音 我就是有 所以他差不多每一人 每一個時刻都很努力傳福音 希望你們每一個 德奧匪奴啊 你們親正基督徒的 努力傳福音 我們會看得到 努家記錄 保禄有明確的忠告的傳聖 怎樣記錄呢 努家是怎樣記錄耶穌呢 出來傳福音呢 伯德禄是怎樣出來傳福音呢 保禄是怎樣傳福音呢 我們就 會看得到伯德禄 亦都跟著耶穌所做所說 保禄呢 保禄是怎樣治好天生殘像的 保禄呢 保禄呢 就治好胎生的 企腿 法禄呢 用珠子的眼睛 今天你們大家 Cosmos呢 當大家讀了三次的內容 我們看得到 這個殘像的人呢 是怎樣聽到 保禄的說話 說關於耶穌就是基督 阿密西亞的時候呢 保禄呢 亦都注視了這個人 注視了這個人的時候呢 亦產生了一種 可以說是一種轉變的力量 所以我們會看得到呢 這個 伯德禄呢 就醫好這個人呢 之後呢 就調藥行走 中途大使徒的前半段呢 伯德禄呢 是這樣的醫好 一個這樣的人 同樣 在這個 十四章那裏呢 那個人呢 被保禄醫好的時候呢 他也是一樣的 很開心地走 伯德禄呢 醫好那個殘障的人呢 就在聖殿的門口 那當時的聖殿呢 還沒有拆毀 被龍馬兵 駕駛 所以就在這個時間呢 他們在聖殿的門口宣告耶穌基督 不過同樣 到了保禄的時候呢 保禄 去到很遠的地方 不過很遠的地方 每個地方呢 都會有一些人太的會堂 我們叫做 Sinnagot Sinn 就是together的意思 Gott的意思呢 Sinn 就是一個 叫做學習的地方 一起學習 現在我們的 我們都是好像一起學習的 不過Zoom就說了 我們覺得 我們是在一個 Zoom的時候呢 我們是在學習 天著的說話 好嗎 學習 怎麼傳福音 所以呢 希望大家 很善用這個 Zoom 這樣呢 去努力傳福音 我們就會發覺到 這種的力量呢 就 超越過 保禄 超越過 就是 八德錄 我們看一看 就是呢 當時八德錄 治好這個茄子的時候呢 他是藉著 猶太人的信德 當時大家都知道 那些選民 這些選民 實際上呢 都有一些是 茄腿啊 有些盲啊 有些是龍啊 有些是龍啊 那些人啊 不過呢 就有這個時間呢 是因為 耶穌基督的道理 墨西亞王國的道理呢 是被醫治好的 所以八德錄 是藉著猶太人的信德 來 醫治好這個 這樣的人 不過呢 現在今天呢 保禄呢 藉著外邦人 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德 而呢 是 醫好了 這個 外邦人 所以八德錄 在 醫好了之後呢 也拒絕 被崇拜 他們呢 傳入福音之後呢 不會要求人家 當是神 這樣拜的 同樣 保禄中途呢 去向人傳福音之後呢 去當時的人呢 是很想 拜保禄 是這個 神一樣 所以就是 但是保禄呢 是馬上很意識的 不想 不願意 甚至乎呢 甚至乎呢 很生氣 很不開心 阻止他們 這樣 去 去 崇拜自己 所以我們會留意到呢 啊 就有一個原則 啊 就是 勞家寫的時候呢 前者是代表著優太人在得救的路上呢 正正行走 因為 八德錄 宣說 耶穌 基督 墨西亞 啊 猶太選民呢 就開始靜靜行走 同樣 後者就是保禄 他代表著 使用漢方人呢 在得救他的路上 靜靜行走 因為呢 保禄呢 向外方人呢 說 耶穌是基督 墨西亞 天主慈 去降生成人呢 不只是救人 是猶太人的 他還是救 每個人 所以呢 每個人呢 都是在天主面前 很神聖的 那所以就算 反對耶穌 反對墨西亞 反對教會 我們呢 都記得 天主呢 是仍然都很尊重他們的 那我們呢 希望他們呢 有一天 是歸依 信徒耶穌基督 那麽我們 再看呢 盧家述說呢 保禄 開始的時候呢 傳福音的時候呢 他也是 好像耶穌 傳福音的時候一樣 所以保禄 去傳福音 那種態度呢 實際上呢 就好像耶穌 出來傳福音的態度一樣 喂 今天 問一下你們 你們每一個基督徒 你們試過 有沒有傳福音呢 你們傳福音的態度 像不像耶穌的呢 像不像法德烏呢 如果像呢 我們會看到 我們是同一個俗心 我們是一樣在聖神裏面 我們會看得到 第一 第一 在盧家記載耶穌的時候呢 他們彼此呢 都是用悔堂去宣告 耶穌 保禄 也是用悔堂宣告 聽眾都驚訝 同樣 這個保禄呢 說完了 耶穌就是基督 墨西亞天主子 他來救我們 中途呢 中信徒呢 都驚訝 那些人呢 就 不是 耶穌不是 弱室的兒子嘛 就是 路加呢 是這樣的 記載當時的日呢 是 不是好 就是可以說 跌了眼鏡 這樣當時的人呢 同樣 對保禄呢 跌了眼鏡 好嗎 所以你們有眼鏡的人 小心啊 一聽到 啊 的時候呢 跌了你的眼鏡 這樣 跌了 看不到東西了 他們呢 不是那個迫害基督徒的保禄嗎 水龍驚 也都在那裡 不斷地去 究竟什麼事情發生呢 去 耶穌是逃避激烈的反對者 同樣呢 保禄呢 也都逃避 設計殺害的人 所以我們會見到 保禄 他所做的 是嗎 去意識呢 定意識呢 我們首先 我們不先看 他的內心世界 不過我們可以從 路加記錄裏面呢 去 路加就會有一個 叫做 一半的歷史觀 一半的聖神 德能的俗心 是源自 這個 耶穌基督 源自十二宗徒 然後到了 保禄 今天你們 三十多人 是不是 或者五十多人 你們記不記得 這個俗心呢 保禄 你們做的時候 你們福傳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 就是 以耶穌來做俗心 以十二宗徒 來做俗心 還是 以老闆 有多少錢來做俗心 這樣就非常危險了 現在很多人的福音都錯了 希望你們 快點 保禄的奇蹟 就是在中途大事律的文學 裡面的一個 好像是路加記載的時候 就是 是怎樣呢 寫上 保禄 是被路加記載著 是向著 羅馬 即地擊那裡 福傳的路上 而 在ABC 我們會見到 今天 聖經七十三小事的兄弟姐妹 要求 要看A和C的部分 保禄的全教 去履歉 這個部分 這個我會見到第一人堂 然後 C的部分 保禄 最後舉起 有羅馬 福傳的工作 不過呢 就在這個 這個 向著 向著 普世傳福音之前 我們會看到 教會 是 開始 一個很大的 改革 一個突破 就是 不單止 是在耶路撒冷 傳福音 不單止 在巴勒斯坦 區的地方傳福音 而是向著 全世界傳福音 所以這個 向外福傳的 第一件事 我們 就是 其中 有一部分 就是 一個回應 保禄 實際上 是很努力去福傳 甚至乎 是面對著死亡的危險 大家可以覺得 一個 向外的時候 有時候 真的 好像 人出了太空的時候 隨時 是面對著 死亡的危險 同樣 我們和不同的人 不知道 外面的人 是怎樣的人心 是怎樣的 我們向他們祝福 我們向他們 做 講好的說話 向他們犧牲 保護他們 不過 可能對方 是準備 殺害你們 準備 拘禁你們 不過 就在這個時間 有天主的突然充滿 而 我們 明年 得到自由 所以 我們要 看看 從農家的 博動 去記載這個 轉折點 我們 這個 轉折點 是 保錄 帶著一種 我可以覺得 不怕死 這種 複存的 勇氣 我們 現在開始看 就是今天 我們第一課 可以說的 主要的內容 不過 因為 Cosmos 或者你們 73小時的 工作人員 選了的 其積極的內容 只是 講樂觀的部分 就不講 去 一個 勞家 記載 那種 可以說 幽暗 黑暗 的力量 那部分 因為 黑暗的力量 事實上 一直這樣 追逼著 中途 追逼著 教會 所以 就是 惡勢力 是可以 覺得 不會放過 每一個基督徒 不過 只要 你們 誠心 跟隨耶穌基督的時候 你的惡勢力 會被聖神的德能 可以說 對抗著 有一種 我們叫超能量 對抗著這種 惡的勢力 或者勢族的力量 所以希望大家 在這裏欣賞 在這個內容裏面 我們再看回 事實上 今天 第一個奇蹟 就是 保錄 第一次 複傳 第一次複傳的旅程 就是這樣的 就是 由 溫提揚 基亞 那裡 安提奧 那裡 由 敘利亞 到 安提奧 那裡 所以 大了一個圈 而 這裏地方 就是 叫做 伊科利隆 那 這裏地方 就是 今天 我可以說 保錄 複傳 的時候 所要做的事 那 呂斯特勒 就是 這個地方 所以 大家 留意到 就是 中途 拜祀錄 和 路加 或者 去寄屬的東西 不是一個 我可以說 外太空的地方 是我們地球 我們的實際生活 裡面發生著的 所以今天你們 知道我在 四人修遠 講 Zoom 的時候 你們每一個人 知道你們 在地上 不同的地方 香港不同的地方 是接收著的 所以你們 並不是在外太空 那 同樣 我們 會看到 這個 轉折期 這個 轉列點 的時候 是 13章 1至14章 28次 我們 就看到 在 這個 小 亞西亞 福全的狀況 這個 福全的狀況 是非常之 可以說 危險的 但是 就在 裡面 可以說 因著 天主聖實的力量 魯家 是這樣 描述 那 保禄 是被 那些 尤太人 原本應該摘死的 但是 沒有死 所以 我們會看到 就是 這個 很大的 天遇的特律 在 保禄的身上 是出現 在教會裡面 是出現 在初期教會 是一直這樣 在幫助 在傳遞 我們今天 21世紀 我們福全 到中國 這個地極 真是地極的地方 因為全世界各地 都很多人信了 耶穌是基督 在中國裡面 沒有人信的 很少人信的 只有1%都不夠 所以我們 是知道 是困難 不過 在這個困難裡面 我們知道 是聯絡 這個困難 是險的 寶禄 是 向外面 福全的時候 遇到一種 很大的力量 反對 不過 這個很大的力量 反對 你猜 來自哪裡 這裏 為什麼我們在這裏聽 就知道 不是來自自己外面的人 是來自我們自己裡面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危險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 在這14章 剛才已經重複讀了3次 我們讀3次的時候 我們是很樂觀的 這樣看的 一些惡勢力都不見到 不過呢 現在我們給大家原問 不要分走了 那些惡勢力的地方 路加 沒有拿走這些惡勢力的反抗的地方 所以就是 我們放回去 我們就會看到那種 光明黑暗的鬥陣性 我們會看到 這部份是拿走了的 大家同學留意 四節一到七節是拿走了的 我們再聽聽聽 在裏面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當時的人 是 呂斯特勒亞人 他們擺什麼神的 就是擺這個神 他們是實際上 我們叫現在的歷史學家 是分析到 他們是一種 我可以叫做 barbarism barbarism 這種這樣 惹蠻的人 是怎樣的 是制殺人的 是用人制的 殺人去滿足神的慾望 那就是 是一個human sacrifice 那就是 他們拜什麼呢 就是拜這個抗功女神 也是叫做 在地獄的 冥界的神 或者是溫泉女神 他們覺得很奇怪 在地下裏面有一些熱的水流出來 有很多礦物 所以他們認為 一些神的力量 是保護住那裡 人呢 如果要用這些力量 用這些礦物 隨時會 他們會 如果不經過神的照顧 他們隨時會死在抗毒裡面 所以他們定期會 他們會抓一些人 尤其是罪弱的那些 去制殺他們 那因為制殺了他們 那些 有些人的 得到 就是 愛養滅足了 那些惡神的 之後呢 那些惡神就會保護他們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看了 那 我就 把這個 拿走了的地方 叫做 甲派 我們就在這次讀號 他們在伊科尼庸 還是照樣 進猶太人的會堂廣道 所以大家留意 還善進猶太人的會堂廣道 你就見到 這個是跟耶穌和白得禄的習慣一樣 所以你們不要說 我們傳福音一定 就只去到荒沙野嶺那裡試傳福音 不用上享聖堂 我們享回會堂 享回團體裡面 傳福音是喜歡的天主 所以呢 我們會見到這個 《路加記載》的時候 就是一種 俗心 可以說 地方的 給我們一些啟迪 那些 以至到有很多 猶太人 和希臘人 都順從 就在這個時間 那些 固執不信的猶太人 卻挑撥並刺激 外邦人的心 所以外邦人根本不是很惡對教會 或者對全教士 實際上很多時候都是我們自己內部的人 因為猶太人跟我們原本 基督徒是同樣的一個原諒 一個原諒 所以我們會見到 他們來反對相反兄弟、弟兄們 相反弟兄們就是指我們那些全教的兄弟姐妹 或者已經信教的兄弟姐妹 他們就在這個時間 逗留了一些人士 依賴主 放心大膽地說 主 證明他所宣講的 是真實的 穿他們的手 創造很多徵兆和奇難 你會見到 第一個原則 就已經見到 路加說出了一種 惡的力量在那裡 而這個惡的力量 並不會因為 因為我們好的力量 就不要因為惡的力量的存在 一點都不動 我們躺平在那裡 有人反對我們 我們就不傳福音 人家說不要 不讓我們傳福音 我們就不傳福音 人家叫我們不要祈禱 就不要祈禱 沒有這樣 所以他們是依賴主 他們是放心地說 而且他們去證明 他們所宣講的 恩重的話 是真實的 真實的東西 就不會因為阻力而停滅 所以我們會見到 在這裏 用德薩樂器的前書那裏 就會發覺到 這個阻力是來自哪裏 內部 奇蹟是天主確認了 所以他為他所宣講的 所以就講出了 全教的兄弟姊妹 他們的心怒是天主是不抗認的 因為天主是繼續給恩重 我們叫做超能量的 但是現在他們看起來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說 你是蜘蛛俠 你是一個 就是 黑圖 你是超人 這些超能量的人 其實就是 我們叫做神恩 我們有沒有使用呢 很多時候我們有很多實恩 但是我們不用的 我們是收收賣馬 所以在這個時間是沒有用的 但是當我們用它的時候 我們越是用的時候 我們就越發覺到是真實 我們的信仰是真實 直著 貪污的手 見了精少和奇跡 就在這個時間 成中的群眾就分裂 有的支持猶太人 有的支持總統 所以你看到是一種對抗性 當外邦人和猶太人 連同他們的官長 嘩!政府都來干涉了 蓄意侮辱他們 用石頭摘死他們的時候 他們一聽說 就逃往這個女校 亞迪、女士特 會德業會 兩座城和周圍的地方去 那裡傳揚福音 所以我們會看得到 這部份沒有選定的經驗 實際上也藏了福全的效果 如果人家反對我們的時候 我們要支援環境 支援那個因時制止 看看如何求天主幫助我們 不是強行來的 所以會是賴天主的恩眾去傳福音 我們再看這樣的內容 所以我們現在現在順遇跟回 73小事所要求的 就是沒有了那個格派 我們叫做 沒有了四至七至四至四 太人的會托港獨 以致許多的入太人和希臘人信出來 那些固執不信的入太人 就是說那些傳統的選民 卻挑撥和刺激外邦人的心 所以就在一個時間反對教育 反對弟兄們 他們在那裏 弟兄們就在那裏投入了一些印字 依賴柱放心白淡地講道 而他們講道的時候是怎樣呢 是得到天主的恩重 座右的柱證明他們的孫廣是有的恩重的話是真實的 所以當人們反對你的時候 不要只是在那裏很生氣、很不開心 於是自暴自棄 我們記得反對有時就更加使我們依靠天主 那天主借著弟兄的姊妹的堅持 他們不怕反對就顯示了徵兆和奇跡 可以嗎?拿到這個原則嗎? 拿到這個原則我們是容易了解的 我們會見到雷斯特蘭有一個人患軟腳病傷作 由母胎中即是不同 站在我那裏總沒有有行走 這天聽保錄稿道 保錄注目我向他 見他有信心 我得到全面見大聲雪洞 直地站起來 但誰跳起來行走 本英這些殘障的人 沒有被威棄 本英一早就奉獻了給這個冥神或者溫泉的女神 只能夠保護那些礦工 或者採礦工的時候得到安全 因爲什麼呢? 實際上他的父母、他的家族是保護這個殘障的人 可以嗎? 是疼他的 不過在這段時間已經大了 天國在臨著 耶穌是主密西亞 他講這些是誰講的? 保錄 保錄講的內容 保錄就看到一個新的時間出現 保錄是在這裏注目看他 我們不可以講解他內容的原因 保錄有這個辨別神類的力量 不僅僅是肉身上 他更有這個靈性上 還有倫理層的力量 看到他的家庭、環境 周圍的人是保護愛這個 鱼腳病的人 所以保錄是知道 是很重要的 這個人都是這樣 變大聲說 他直接地站起來 用命令去曬到個人 補回來 我們再看 群眾看到保錄所行的 就用女師跑來畫 神取了人形 降到我們這裏 他們誰怕拜立白 為質污師 保錄為不怕而物師 所以我們會看得到 當日原來他們的 那個地方的文化 就是當日不信神 取了人形的時候 就會被朱比特 就被這個 是吧 質污師就是朱比特的意思 變去做什麼 狼 狼人 現在我們叫狼人 變種人的故事 就是來自一些這樣的文化背景 所以狼人 狼原本是人變的 一者、二者、女士特林 人的由來的傳說 所以 嘩,對他們不是那麼好的 不過在這個時間 就是叫保錄是 克爾、密斯、哈密斯 原來他們兩個 就是兩個神 質污師和克爾、密斯 在一起的 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時事說話的 都是Hermes說話的 所以是一個主要的發言人 就是這個人 有一個事情 就是穿著一些豹皮的 你們有沒有看 看那些變種人 超人 穿著豹皮的 超能力的人 你們看起來 又不會看到 那麼這個就在歷史上 就是他代表著這個神 在這個人間出現 在这个时间,他们乌尸的诗制带着宫侯和花圈来牵制 所以实际上很隆重,一下子惊动了整个城几天 巴尔纳伯和保禄听到这样的事,他们就马上知道 他们就知道,他们就当他们是神 即是好像《旧约》里面的内容 如果你看到这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明白 于是,保禄和花圆不想那些当地的人迷信 他们就极力反对,极力表达他们很不开心,很不忠致 虽然做了一个奇迹之后,他们将他变成神是不开心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大声地说,人啊,你们做些什么 指明了神发作保禄是不对的,神发作巴尔纳伯是不对的 所以就是提醒他们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与伯伯都禄一样 所以你看到这个传承 今天有没有你们传福音的 或者你被传福音的时候 你是否要当对方好像神似的拜 我们是不用的,我们是希望大家得到一个 我们说是直接信主耶稣基督,不基督阿西亚 所以保禄劝慰他们归依身的天主 所以他们给他们自由,没有迷信 对抗迷物的多元的神态 强调人是有限的,有血肉的人不应该被神化 没有了天主的圣言的启迪,人是一无所有的 所以就是一无所用的,我们在这个世界 但是有了天主的圣神,有了天主的圣言 我们就有他的得了,在这个世界走正直的事 我们就会看到保禄是怎样讲解给人民听 他们每个人都是实际上是自由的 是可以正直过来的,悔改过来的 好像他自己是从大马世界的路上改过一样 说出自己怎样被天主所容忍 现在他自己也都说出了,天主是容忍万能各行祈祷 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了善恨为自己作成 所以他仍然看到那些人不信天主 看到那些人拜偶像 不过天主仍然帮他们,慈悲我们的雨水 结果实的季节 所以说出了天主的慈悲对万能 这些都是旧药、生命记、圣明 背对着龙马树 他说出了我们现在现时的世界的生活 世界上已经得到天主奇蹟成这样的帮助 所以谁说这些话呢? 说了这些话 就是古禄和拜叶立伯 古禄和拜叶立伯 才算不阻止着群众 没有他们的建制 所以这样拜偶像 这个可耻的行动就停止了 希望大家在传哭音的时候 不要传一些偶像 我们会见到 保禄的奇蹟的能量漸漸增加 由14章到19章越来越强 所以你会见到 我们適用我们的超能量的时候 我们適用我们的恩宠 善用恩宠的时候 我们会越多恩宠 有的就越有 但没有的用错 连有的都没有 所以保禄遮住 天主的力量 用了非常多的歧视 甚至乎人拿着他身上的毛巾 遗菌放在病人身上 疾病就离开他们 恶魔也出去了 所以我们会见到 第二个很厉害的奇蹟 就是复活 握古提傑 古提傑 古提傑 中国人又会遮到 这个凸落 那裡 那裡 现在呢 去了很遠的地方 在那裡呢 他就準備 離開的時候 在准备離開的時候 在准备離開的時候 是和人民 選民 諸如此类 基督徒 大家 分享 想和他將來離開他們怎樣做 的時候有個青年就叫做阿菇提寒 他好像我們這樣 很多教友都是這樣 聽神的廣道也好 聽傳道語的廣道也好 很多時候都合眼睡 我以為是合眼睡 不過當然可能是累了 我以為是在夜晚 夜夜古禄都說 有些道家記述 古禄說得比較長 好像我現在說得很長 沉沉玉碎 你們有沒有睡覺 或者熟睡 那個時候有三樓去墜 我扶起來的時候已經死了 好了 寶禄落到你 伏在他身上 保住 告訴你 你們不要慌亂了 因為他的靈魂還在他身上 那誰想去抹開兩尺尺尿 又談了很久 直到天氣 這個才能出發 他們飽沒的孩子領去 都非常快位 所以你會見到寶禄的那種能量 又是越來越強 我們會看看這個細節的內容 因為時間長景越來越少 我就不講這麼詳細了 在裡面會見到寶禄是怎樣復活 阿布提國的清滅 阿布提國在世上的復活的時候 我們會見到 世上是跟老家記載這個奇跡 就是同樣有救藥 阿布提國在世上的救活 一個死了的青少年寶瓶 這樣使得媽媽很開心 自己也很開心 同樣耶穌基督在勒恩城 復活了寡婦的兒子 獨身的兒子 所以我們會見到 是同樣的一個傳承 寶禄 路加記載寶禄 有一種俗心性的 可以說力量的表現 所以大家可以 這些你們可以慢慢看 這個青年阿布提國 原文的意思就是 幸運少恥的 我們今天是 很多個都是死過翻山的 因為你們領世的時候 都已經是死過翻山 我們每個都真是很幸運的 我們都應該是阿布提前 不過呢 我們翻山了之後 有沒有努力傳福音呢 就我們會見到 在世上 他們 復活了青年之後 他們呢 繼續這樣殺人 在世上 睡想看 不開病 這樣就關了 又談了很久 直到明天亮 他們跟著又出發 是全福音 所以這個 樂樂的戲劇性的重建 救入先知阿里亞 和阿里守救活 這些小孩子 同樣主耶穌基督 服藥 立恩城的青年少年 直指到保禄 救贖人類的主角的接班人 今天你們呢 都要成為接班人 所以前面的挑戰呢 是不簡單 但是呢 有希望 所以我們會見到困難 不過呢 我們知道 天主的 給我們的能量 超能量 也越來越多 所以呢 耶穌所說的情況呢 就是 這個時間呢 那些障礙呢 就是被我們 基督徒 見證 天主的恩寵的機會 好 那請同學呢 除了做那個 Kalwood 這個活動之外呢 因為我講的內容呢 就是有大概11條的Kalwood Hornable Choice 在裡面呢 去做 那麼下個星期呢 我會看到一些分數啊 看到誰最厲害啊 10位最厲害的呢 我都給你們一個禮物 好嗎 這樣呢 就最高分的那些同學 我就給 10個 好嗎 11 有10啊 條題目對的 最快最對的 好嗎 另外呢 下一次呢 我都會繼續講 保禄的奇蹟 在保禄的奇蹟裡面呢 都是 魯家 一路形容 保禄 他怎樣 超能量呢 越來越大了 這樣 就 不僅僅 是 幫助一些士兵啊 幫助相反 相對他們的人 甚至乎 一些軍官啊 百夫長啊 船長啊 那些船長啊 那樣 個個都現在呢 原本是想殺害啊 或者迫害他們啊 抓去坐牢的 但是呢 現在呢 反而他們個個都聽完話 所以看到呢 保禄呢 複傳這個 地勁的時候呢 都是我們的 記得 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鼓勵 我們複傳中國的時候 一定遇到困難 我講 他擔保書給你 你一定遇到困難 不過呢 就記得 這個困難呢 是 依著祈禱啊 依著這個 讀聖經啊 聖神啊 會幫助 所以呢 下個星期呢 你們呢 每個同學 如果能夠 做 你們自己選一個 或者兩個 做分享 好不好 但是第一個呢 就是 你會見到呢 路加述說 保禄 複傳的 超能量呢 是正排比住 今日 每一位基督徒的複傳 所以呢 你會見到呢 路加呢 用了十個 十個的活動呢 就是 保禄呢 是怎樣 正直地 接受 天主的 能量 或者 聖神的 得能的充滿 所以呢 你會見到 這十個的 行為 他在不同的地方 一直展現出來 今天 的RR 是誰呢 基督徒特 Wheel Reader 就是說 我們不會一個 讀者 那麼 路加呢 記載他 我們不會一個基督徒呢 啊 有沒有呢 對不對 希望我們大家呢 都 找到這十個的 力量 好不好 在這十個的力量裡面呢 請同學寫下自己 說一位近日 福傳武裝的內容 嗯 武裝的意思呢 就是叫你拿著槍啊 拿著刀 去傳福音 而是呢 保禄中圖 向阿佛索律書 那裡講的 基督徒的武裝 好嗎 就去傳福音 好不好 那你看一下 我們怎樣 準備這個 傳福音 我們自己 留意自己呢 為近日的武裝 第二個 就是呢 請同學寫下自己 為近日 福傳的武裝過程 好不好 你們呢 現在聽了 哎呀我都沒有試過啊 我都沒有聖神啊 我都不懂說話啊 我都不懂做事啊 我經常呢 一說話就咬你了 一說話就 說錯了 不過呢 你試一下 從現在開始 你有沒有 怎樣 補裝 為近人 因為近人呢 最近我們 就是可能 是深圳的啊 或者 實際上 不用深圳的 很多大陸人呢 就來香港 我們呢 怎樣 在這個時間呢 跟他們福傳 好不好 天主保佑你們 好 拜拜 在這個時間 我們在這次 都要把 中間 都不放置 就要不放置 但是 我們來 可不可以 我 你 感谢观看